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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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好像感觉到好像前面啊 就好像感觉到有人在说话 我就抬起头一看 怎么就有个人啊 就闷起个头啊 就露了两个眼睛出来 就说了一句 不许动 好像那个叔叔就问他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好我就看到他就 那个手里就拉拔枪啊 就这样子对叔叔这么开来想 就嘣 那叔叔倒地了 我就踩踩想的就是打枪的 母亲店员看到他 当时穿着那个国人类型的衣服 重量的工具啦 还有那个背个袋子啦 这个都跟那个工具 跟那个应该是个现象的 那个工具是一模一样的 就跑到我那边来 他就说把门打开 我就蹲在那个底下 我就打了一扇门 但是我就比较紧张不 就把那个钥匙啊 都揪断了 我就紧张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 我就把那个钥匙 就丢到那个柜台上面 然后我就爬呀爬呀 就爬到那个 比较边壁点的地方躲起来 那个柜门没打开 然后他带到个囊头 然后他就把那个柜 把那个摄影玻璃都打开 把里头的 在墙里头的进去 他如果把下面的玻璃 砸下去以后 整个玻璃垮下去 那么的话 他去拿进去啊 墙里头的进去 可能带来一些困难 那么的话 他砸下面的玻璃 那么在一个破损效 结果他拿着 里头的东西去了 相对他就方便了很多 通过这个模拟 第一个就 确定了这个反处嫌疑人 对险上的这个 整个终合时间 别个就是 确定这个反处嫌疑人 对险上的熟悉程度 好反对嫌疑人 比如说现在这个 这个敲那个折门玻璃 他就是 他就是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很困难 也很困难 经过的一些实验 或者那个反对的准备 抢劫案发生在楼底市 最繁华的闹市区 就是在晚上七点左右 正是车来车往 行人众多的时段 案件立刻在整个楼底市 引起了轰动 因为这样恶性的持枪 抢劫案件 这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 案情重大 楼底市公安局 立刻成立 专案组 展开了对案件的侦查 可是 由于犯罪嫌疑人 作案手法老练 这家金店的监控 又出现了故障 没能排到当时的 抢劫过程 这无疑给案件侦破 带来了重重困难 也给刚刚走马上任的公安局领导 处理一道难题 111625 是我兼人公安局长的第一天 让我对复杂的社群 对打击违法犯罪的 兼聚生活复杂性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应该说是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安情不破 这是我论刑部里面 1116的案件 当时讲究老实话 我跟王向东两个 在商量的时候 看完现场 我们两个就 在外面交换疫情的时候 两个就撂了 在这种子麻烦 当时杀死人了吗 开了枪吗 边远一边啃不放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人往哪跑了 然后以至于 我们动用了很多的警力 在搜索 我们几乎都找不到别的东西 直接判的东西 才是老实话 马上就心里没底 案件就这样僵持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 尽管楼底警方 针对此案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期间 也连续破坏了几起 有影响的大案 可是1116案件 却如同一块搬不走的大石头一样 一直躲在犯案民警的心里 这个人不揪出来的话 我们知道会想第二枪 如果是第二枪还不揪出来 又会想第三枪 为什么 这个是有关系的 他觉得这块好枪 是吧 这个事情来起容易 无比生意 1116案件的侦破条件恶劣 警方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之后 案件仍然没有任何的进展 根据多年的从警经验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判断 敢做出这样惊天大案的犯罪嫌人 他绝对不会只做一次就收手的 尽管大家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但是贪婪的本性决定着犯罪嫌人 还是会铤而走险再次犯案 而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只是在等待着 等待着一个机会将他抓捕归案 整整一年之后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枪案跌发 凶残歹徒疯狂作案 枪子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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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街临近 警方起步破案倒计时 有请我们来听开破案 这里在群体起破案 善与恶的较量 正与邪的对决 我倒看有个什么玩意 鸡胸倒计时 一切正在播出 2013年12月15日晚8点半 楼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在楼星区繁华路段一家珠宝店内 发生持枪抢劫案件 两名歹徒在四分钟的时间里 抢走价值120余万元的黄金 钻戒等珠宝饰品 这次被抢的金店 同样位于楼底市的繁华闹市区 据1116案件的作案地点 不过三次百米的距离 同样是发生在金店 临近下班的时间 迟近新年 再次发生的持枪抢劫金店案件 让楼底警方原本就警觉的神经 更是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犯罪分子胆大亡为 社会国际高度关注 以时成为街头巷尾 担任地热电话题 因为案件连发的叠加影响 这个案件只许多 不能拖 如果在想1116案 较长时间地拖下去 就拖微波的话 对民主 对安全感 那可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他到现场以后 相关的领导 就有一个决定会议 都最良心今天案子 他都压力很多 比如有6案子 我今天的 2013 1115案子 是楼底 所发生的吸热 更大案子 市委中府 审定很关注 他要求我们来尽快不安 就有这群聚结果 此时 距离2014年春节 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楼底警方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向案件侦破 将嫌疑人抓获吗 许多人对此都有怀疑 认为 这个要求过于武断了 但实际上 上级给出的这个破案期限 并不是无地放矢 而是基于警方现场勘查 所掌握到的充分证据 我是一直搞刑针的 搞了20多年了 说到底这个案子 有没有可能出来 我进门 就应该是自己有感觉的 所以看完现场之后 我心里有个底 甚至有东西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 这个案子肯定破的 就心情蛮蛮的 就我们想 还应不了一个月 应该可以 应该破 和一年前的1116案件不同 这一次的1215案件 犯罪嫌疑人 在案件现场 留下了大量的痕迹物证 这也是让刑警们 对于侦破这起案件 如此自信的原因之一 监控录像显示 这次作案的 一共是两个人 分别戴着黄色 和银灰色的摩托车头盔 黑面罩蒙面 两名歹徒 都持有手枪 带黄色头盔的那名歹徒 持枪进入金殿后 迅速将现场的店员 和顾客控制起来 显然 他是这起抢家案的主谋 而带银灰色头盔的那名同伙 则能锤子熟练地 将柜台侧面的玻璃砸碎 并又负责将摆放的 黄金饰品 装入随身携带的胯包内 整个作案时间 不超过四分钟 明显是有备而来 并且经过了多次的演练 看着眼前的监控画面 专案组民警们 无不感到似声相识 实际上是跟相识差不多 进去的人身高 差不多 一米六多一点 到电了以后 砸玻璃的方式是一样的 包括一流 在现场那个榔头 那个羊角锤 都差不多 然后来的时候 和跑的时候 都是起木车 枪子一样的 抢尽的地点一样的 而且选择的装实际式一样的 刚好那天下的雨 这天一天麻麻雨 案发有的三天晚上 我们军阳子分析以后 从我们新床开案 业 丢上走 继续增长 等各个取得的 或取得大量 加入的些事 可以确定 两岸有一定的联光性 根据现场遗留的 大量痕迹物证 以及对1116案件 和1215案件 作案手法的比较 警方推断 这很可能是同一伙人作案 专案组决定 对这两起案件 并案侦查 至此 躲藏了整整一年之久的 1116侵电抢劫案凶手 终于再次出现在了 楼底刑警面前 根据现场勘查 和监控视频 所提供的信息 再加上 对嫌疑人作案手法的分析 警方对这个 平常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初步的刻画 他的形象 也渐渐的立体了起来 他也要大概在18到40次之间 应该有钱口 固质不高 经济责任 固质很富裕 当然有一定的基础 他自己可能缺钱 或者经济比较解决 另外基于有钱 他感冒这个钱 抢经历 经历一方多 一些防范作势 这个有的经历的防范作势 比较不容易 但多的学习有些防范作势 如果有经济责任 固质比较好的话 他从固域做这个案子 尽管掌握了充足的现场监控视频 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 两名犯罪嫌疑的体貌特征 但是 由于两人浑身上下 遮挡得严严实实 想要最终锁定他们的真实身份 还需要更准确的痕迹物证 负责勘察的技术民警们 对现场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细致梳理 从当天晚上开始 一直把整个现场全部看完 差不多是一个星期 这个必须从这个上面发现这个痕迹物证 我们现在讲破案 这个现场东西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几乎是一村一村地看过去的 那地面这个上路 这个痕迹物证了 然后就是一个碎片 一个碎片地仔细看 包括那些玻璃碎片上面 有时候站的并不是学技术 包括那些安法他们走过去 那些采购的 遗嘴上面的 那些斑痕 什么泥沙印 什么其他这些斑痕 都仔细进去争备 为了不漏过嫌疑人 可能遗留的任何蛛丝马迹 民警们将现场散落一地 散布达几十米的玻璃碎渣 按照原来所处的位置进行标记 全部收集起来 带回实验室 希望能从这些不起眼的物证中 提取到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把所有这个被砸死的玻璃渣 一粒一粒的 反复通过我们的中央设备 进行甄别 目的就是我们讲 这个对象学员戴了手套 它是因为玻璃渣是比较锋利的东西 那么它极有可能 那么就是接触 在抓这个环境手势的时候 有可能被这个玻璃渣打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连几天 进入大海捞针式的鉴定实验之后 他们终于有了收获 通过这样那么认真 自信的看着现场 一个就是地区的那个 反对文字一粒的 一些学技 DNA 然后通过现场的一些印象 然后就去分别一下 是哪个对象 一粒下来的 那么为了以后的朋友 然后确定反对文字的 那个嫌疑人的对象 那么就打了比较好的技术 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DNA 就为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提供了铁的证据 接下来警方要做的 就是要将这两名凶残的蒙面歹徒 缉拿归案 可是人海茫茫 又该去哪里寻找他们的踪迹呢 我们不知道它的去向 它的活动鬼子我们不成熟 我们就是第一个 就是根据显然的特征 第一时间就在现场附近 发现的是一条 奇异的无论的作案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以特征以后 那我们根据各种可能的 特别的路线 我们全面调取了这个 这下事件资料 以后我们的组织人员 就先观看 观看这个符合特征的 无论求 和发射性人这个特征 你要在这里追踪 行人来必须来路线 走必须找到痕迹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视频 这一块的技术语言 全部调过来 从中西线开始 向外面 不是 一段一段 一个点一个点 一段一段的找 从这一点开始 慢慢慢慢 这么找 最终就把这个 发射性人 进入我们楼底城区 和离开我们楼底城区的路线 全部把它找出来 所有的点 随着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被一步步勾勒出来 走访调查的民警 也随即跟了上去 并展开了细致的走访调查 嫌疑人可能逃跑和躲藏的范围 也在不断的缩小 符合我们现场 这个反映出来的这么一些条件的 可疑的人员 或者是我们想重点 人员 逐个进行比对 逐个进行排查 一个村一个村 一个人一个人 根据视频追踪的这个情况 一路追过去 查证它是否有可能接触枪 有没有前科内计 不符合我们这个现场所发现的 这个体谋 神高 到了大量的工作 追的送送以后 你要再往前面追的之后 这个路程里没有发现视频 这个方向 我们动作一度到老阵 警方追踪的脚步 慢了下来 此时 案件发生 已经过去两周的时间了 距离上级要求 要在春节前破案 也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警方的侦破工作 却遭遇到了瓶颈 前人最后露面的地方 在双江湘 双江湘 它位于长沙市 湘潭市 以及楼底下辖的 连缘市 三市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 位置偏僻 群山连连 地形也非常复杂 如果狡猾的嫌疑人 要想藏身其中的话 想要找到它 那是非常的困难 机械临近 案件侦破 却难破进展 寻中匿迹 外卫调查 大海捞针 持枪抢劫大案 能否如其告破 鸡胸倒计时 一线正在播出 办公室里 甚至如何确定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办案民警们各输己见 办公室外 走计划调查工作 依旧在几多密合的进行 一连又是二十多天过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走访调查的范围越来越大 调查记录也越来越厚 可是案件却依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逃跑都不想我们不知道 一马黑 没有争取 我们也没办法 很焦急 不是我一个人焦急 指挥部都很焦急 那是我们三个指挥部的政府指挥部 那是睡不着觉 对吧 就把这个指挥部的日子 你明到确定的破案时间 这段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这样就会说 大 就我们把整个的景面 军案的景面都压在这里 从村别从村里进去 每一个村 每一个组 每一个人都一个别的 所以说你出国牌上来 一个出国人 走过村走过走 这些全是人的 民警们巨大的付出 终于有了回报 1月25日 一路在通往连园市方向 进行走访调查的民警 终于在道路沿下的一家小商店里 发现了一段关键的视频 就一趟步的车 飞过去 然后仔细看的时候 这个车身 就是两个案 它是一样的 前面一个是深色衣服 后面是个浅色衣服 摩托车是一样的 特别是背的袋子 这个皮蛋 两个头盔 一个黄色的 一个白色的 一个浅一点的 深一点的 都看得很清楚 田园经过道路的前方 是连园市的七星街镇 这里三面环山 只有一条道路通往里面 而且这条道路进去后 就再也没有别的出口 可以说是犯罪嫌疑人 自己钻进了这个口袋 这段前方视频的出现 终于让一直在苦苦寻找 进一步侦察方向的刑警们 看到了曙光 他们接下来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从这个口袋里 把这两个凶残狡猾的 犯罪嫌疑人找出来 在连园市警方的配合下 楼底市警方 对当地有前科猎疾的 可疑人员 注意进行了秘密侦察 终于 条条线索都指向了一个 名叫肖旺东的人 他曾经用淘气车 换个三年图形 所以跟连团队 有一天的反射上能力 这个人符合我们 原来对反射分子 刻画的一个条件 身高 基于有钱 有前科 这个曾经 半个多 在摩排棍林间 有人给我们讲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发的这个 有真大嫌疑 根据警方秘密侦察了解到的情况 小网东经常往来于云南 广东 湖南三地 并且有多次到缅甸的出入境记录 曾因盗窃 被云南警方打击处理过 此人 库号赌博 欠有大量赌债 警方还了解到 有人曾见过 小网东 有一支手枪 外形特征 与1215 经电抢劫案 监控视频中 嫌疑人所持的手枪 极为相似 而且此人具备 1116 1215 两起案件作案的 时空条件 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立即对 小网东 实施了严密布控 此时已经是2014年1月26日了 距离春节 只剩下了4天时间 两天后 农历大年28 更准确的证据反馈了回来 湖南省公安厅刑科所 通过对1215案件 现场玻璃碎片上 遗留的DNA物证 与云南省DNA数据扩充 前科人员 肖旺东的DNA数据 进行比对 结果一致 从而最终确认了 肖旺东 就是这起经电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楼地警方 随即决定 对肖旺东 实施抓捕 考虑到肖旺东 是极度危险的 持枪抢劫 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同时 为了不打草惊蛇 造成另一名同伙的潜逃 警方决定 等待时机 刺激抓捕 因为通过我们的 本地协会的人员 期许的希望 到时候转捕他 离开了家里 所以我们更正当 也是得他一个人挪脚 在医院里面挪脚 这个打算就是 我们的民族 把他弥谱了 1月29日 大年29 1215持枪抢劫 经验案的犯罪嫌疑人 肖旺东 被警方抓获 1月30日 大年30下午 1215持枪抢劫 经验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杨长春若娃 不是那片金鞋 是无法使用的 不是简单的 送了一口气 我感觉到 提留一份神 所以说 我感觉到 争议的力量 警察的力量 民众的力量 都是一份新年 给楼地人们的一份厚礼 1月30日晚上 除夕之夜 反对嫌疑人肖旺东 供出了自己 我从杨长春策划进行 1215抢劫案的过程 并交代了自己 独自实施 2012年 1116持枪抢劫杀人案的犯罪事实 1月31日 马年春节的钟声刚刚响过 楼地刑警 就已奔波在了 前往连远市七星街镇的路上 在小家老宅楼梯通道的空军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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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急遇到了小网东 在1215案件现场用的 540手材一支 子弹自发 黄金600一克 毒品300多克 据小网东公述 其他作案用的服装 头盔 仿真枪 以及部分赃物 已被二人分别销毁和出售 这个时候 这种工作才是真好的休息 感受胜利的喜悦才是最好的时候休息 啥都别呼了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你就是 这天涛下大雨 就是那么大事 大家都是个案子的 只有一个念头 一直在讲这是枪 咋都是枪呢 那个所有的东西都解释掉 我已不怕被判空了 2月6日大年初期 楼底警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通报成功侦破两起持枪抢劫金电案 至此 震惊楼底市的1116 1215系列持枪抢劫金电案 两名嫌疑人凶器 脏物 全部到案 案件告破 在经过了楼底警方46天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 两起案件按照警方原定的进度 如期破案 夺藏了一年多的犯罪嫌疑人 终于落网 正义得到了伸张 死者也得以告危 可是 当伴儿民警押着肖旺东回到他的家乡指认藏枪地点时 却发生了 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意义 母子重逢 他却为何神情冷漠 叩头祭拜 嫌疑人自认愧队先祖 十年浪迹生涯 一十足走上不归路 鸡胸倒计时 一线正在不出 小网农的父母都是普世本分的农民 身边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当得知儿子回来的消息后 老父亲自敢无言见人 早早地便躲了出去 不愿再见这个儿子一眼 而年迈的老母却早已是瘫倒在地 大放悲声 面对此情此景 一向与母亲感情深厚的肖旺东却是面无表情 不仅没有安慰母亲一句 甚至没有向母亲头绪一眼 依然冷静地带领着民警 逐一地指认着藏匿枪支和脏屋的地点 脸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 仿佛身边发生的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可是就在现场指认完毕 大家带着他穿过堂屋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网农却突然停了下来 随后他做出了一个 让现场的所有人都深感意外的动作 这一套仪式进行完后 小网农好像满足了什么心愿似的 又像方才那样 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没有像正在旁边嚎啕大哭的母亲望去一眼 走出了屋子 此时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真的会如他外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镇定无动于衷吗 我内心在哭嘛 心情肯定是很沉重的 心里也是感觉到很悲香那种感觉 我也是想克制一下自己吧 让他们不要那么详心了 心里想是霸佩我的祖宗嘛 我自己 觉得对不起我的祖先和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老婆 因为我这个事情 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对受害者的心里也是很大的 我估计法律上啊 或移民呢 应该是不可能原谅我的 所以我心里也想到 也不可能有这个回头的余地了 小网东的家乡 年源是七星街镇 位于大山深处 这里民风淳朴 百姓勤劳 他的亲友家人 也都是安分守己的普世农民 在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 长大的小网东 为什么会走上这么一条 铤而走险 最终葬上了自己的道路呢 十六七十左右吧 在外面在广东那些地方打工啊 慢慢的就喜欢打爬嘛 打爬慢慢的就想赢了 想赢了就一发就 就不想做事了嘛 就慢慢的就开始赌钱啊 赌博啊 赌了大约十年的左右吧 输进去有多少钱 应该几百万有吧 年过吗 十次也应该有九次要输吧 为什么还要赌啊 我也搞不清楚 发现自己也是 好像吸毒那种感觉一样吧 每天到了那个时候 就想去赌钱了 每天到了吃了中华 就想到了想去赌钱 就没有起到什么信念 就想赌钱 就是这个样子 人家找了某人那个感觉 沉溺于赌博中 无法自拔的小网东 为了搞到赌资 开始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五本买卖 并曾因盗窃被云南警方打击 判刑三年 出狱后 他不思悔改 为了过足毒瘾 他多次出境前往缅甸的赌场 并从那里开始干起了 运毒贩毒的罪恶够大 缅甸就是赌钱 我要不赌钱的话 日子我不计 也不可能比人家过得差 不计我有那个能力 他为什么等这个烟头去抢劲的呢 他居然是自己赌不清了七八十万的债务 他在幼奥运 8月份出来的时候 正在他母亲爱故事 亲爱茅月 这个当地的村子 可能茅月的这个茅月酒 当地因斗赞 有些人来到他家来讨赞 讨钱 所以他又没有钱 这个斗赞 他又起了这个烟头 想到外面搞一笔大点 搞得起 最强点是想到我 这么小的 三哥那么小的孩子 还有那么爱我的老婆 我很对不起他们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我实在是对不起 给你们抹黑了 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此刻孝望东最强烈的念头 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 他觉得自己给父老乡亲的脸上抹了黑 但是他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原谅 同时他也说自己对不起 那个死在他腔下的保安 他甚至想过 要给死者的家人送去点钱 以求得心安 但是这一切 现在已经都无法挽回了 赌博的诱惑使他无力自拔 而对金钱的贪婪使他不顾 亲情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连续的作案 最终他把自己 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这一切 早在二十年前 孝望东走向堵桌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了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往后 北丹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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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